素食者不怕找不到天然健康的纯素冰淇淋了 来自意大利的Meko和太太Party 在友人的共同鼓励下 一起研发出了草本风味的义式冰淇淋 义式冰淇淋相较于台湾一般坊间常见到的美式冰淇淋 美式冰淇淋一般来讲就是乳脂含量高 义式冰淇淋的话我们是认定为草本等于就是植物性 我们不用任何有动物性的成分 不是用牛奶奶油或什么胶类的东西来做这些冰淇淋 我们一切都是采用完全全资物性 我们在看到其他国家是有这样子的产品存在 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不把这个也带来台湾 所以发想其实是这样的简单 而在坚持天然草本制作的原则下 从零开始的研发过程 该选用什么东西做基底 就是成功与否的最大关键 我们台湾有非常好就是飞机改的豆浆 我们也找到了非常可靠的来源 它们在成分上面也是非常的单纯 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口味是用豆浆取代牛奶 因为我们的冰淇淋背景是来自于就是 一间很老字号的瑞士手工冰淇淋店 对 它们那边有非常好的天然的配方 相较于他排冰淇淋 我们每100公克至少会少100卡路里 摒除动物性原料 低卡的草本冰淇淋在配方上更单纯 但相对的在制作上反而是加深了难度和挑战 研发多久才成功 真的要算起来到现在 我们都会觉得每一天都还在学习 但是基本上在很多的口味上面 我们是的确有很大的挑战 像比如说黑芝麻 光是在黑芝麻的口味 我们就撞墙非常多次 你当下做好你觉得它很OK 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硬邦邦 但这个就已经不是冰淇淋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次 调整它的比例 调整它的配方 有冻入在地池台的口味 我们有像刚刚有提到像黑芝麻 然后很好的花生 台湾的像当季现在是柳丁 前一阵子有芒果 然后甚至再往前 对最近还有像柿子 我们都做过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 你现在是什么时定 吃什么样的 尤其在水果口味上面 用做实验的精神来做冰淇淋 台面上这些融入在地食材的口味 每一款都是经过无数次的调整 才有办法精彩亮相 台湾是香蕉王国 但是这个口味 基本上因为我们想要做到 不要添加多余的糖 所以我们都会 首先要让它到香蕉完全熟成 就是它可能都有黑色斑点不满的时候 但是那个 那种时候才会是香蕉的甜度 完全释放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它里面 就是甜分是很充足的 营养价值也是最高 所以 但是在我们在做香蕉口味的时候 我们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它很容易氧化 因为很容易变色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步骤准备好之后 最后才开始剥皮 然后丢下去 所以那时候会要抢时间 真的要讲的话 水果口味里面 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个 富含果胶的水果 可以做出 Jayat 义式冰淇淋绵密的口感 如果是比较多汁 像柠檬 柳丁之类的 就得做成雪落清爽的感觉 这难度就更高了 另外还有椰奶口味 也是相当特别 椰奶口味 其实基本上一开始 身为台湾人的我 我是不想做这个口味 但是因为我的伙伴都是外国人 他们很清楚 在外国人的眼中看到了台湾 他们会希望看到这个口味 就是非常高比例的椰奶 绝对没有半滴水 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豆浆 因为我们的外国客非常高 人比例非常高 外国的吃素的人也非常的多 基本上这个是畅销前三名的口味 店里的另一大招牌 还有周末限定版的橄榄油口味 Miego采用家乡亲友自制的 顶级初榨橄榄油来制作 享用前再撒上浓郁的红酒醋 尝上一口绿橄榄的果香 竟然在嘴里散了开来 这巧妙滋味可是会让人回味无穷 基本上我会理解为 一个成功的义式冰淇淋 它就是要有一个软绵绵的外形 然后要有入口即化的口感 如果它是一个好的健康的冰淇淋 它不会融化得很满 它基本上它会融得挺快的 因为它没有乳化剂 它没有多余的化学成分 不会太甜 可以让你开心吃完一整大杯 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义式草本冰淇淋 感谢观看